看来也要寄望下半年后有些北水会再带回来 再炒作中资股、科广股、医药股、生物股 看看可否令大市都可以继续向上 短期来说下跌风险是有限的 始终资金也要等待股份业绩 加上上半年,股份也预予业绩差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业绩受疫情的影响 我自己也猜在25,300点之前 恒指这位置也是整固认识地上落 发展没有什么方向,可否突破这个困局 就要看下半年有没有利好交投的消息 短期这个时间,6月只剩下几天 差不多结束了,一年两集 向大家分享一下 下半年应该留意哪十只股票 下半年我自己估计投资环境应该跟上半年也相似 为什么呢?我自己估计下半年会有两个趋势出现 第一就是疫情的反弹 虽然大家看到香港本身的确诊个案 其实也没有什么 但是也看到其他个别的海外地区 内地、北京也有些确诊个案 然后日本也有人确诊了 而且美国的确诊人数现在还是高的 所以现在会觉得这个肺炎疫情可以立即消失 在下半年就可以 好像以前沙士那样很快就没有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机会是不大的 始终这个也似是一个传染度挺高的一个疾病 相信在下半年这个时间 这个肺炎这两个字 相信还是各位要留意 各位要关心的一个词语 除了要留意疫情反弹之外 第二件事就是外围的政治环境 因为美国快要大选 美国快要大选 也会预计其他国家 包括中国会有多些贸易事件上的争端 可能会触发到 可能会担心香港会否有些制裁措施 始终大家都担心港区国安法 出了之后 可能对香港特殊地位会产生变数 如果美国快要大选前夕 可能乘机会向香港或内地 再出一些制裁措施 会不会影响到大市的投资环境 这个大家都要值得去关注一下 基于这两个假设 所以这两集我自己觉得要留意推介介绍的部分 都是围绕着这两个 即是他们的办法都是围绕着这两个 今集先说其中 我觉得要留意的五个 第一个大家都知道 就是科网股的700 腾讯 很明显是受惠肺炎疫情所带动的内地责经济 因为大家都会留在家打机 可能会更多网上的服务 腾讯由3月324 成功升到500元 摩通已经说了他会上600元 另外有个基因经理也说了1000元 虽然还未实验到 但是现在看腾讯这几个月 其实走势真的很好 因为他很明显在肺炎下 他的业务很明显受惠肺炎 还有腾讯下半年值得留意的地方 其实他最近有几个动作 第一是他现在处于一个很强的 游戏是处于一个新的游戏上升周期 因为他有几个作品 包括英雄联盟的手机版 可能会在今年内推出 加上其他大型的游戏 也有机会在明年推出 腾讯会和日本任天堂旗下的Pogmon 一起开发一款游戏 出版日期未定 但也看到腾讯是有意推出一些 可能受大家欢迎的游戏 去抢占不知国内 甚至海外市场 令下半年腾讯的游戏收入 有机会继续上升 第二就是腾讯刚刚推出了一只微信小商店的小程式 一个用于被用户做直播 去销售货物的小程式 腾讯出这个程式 大家看到 自从这个消息一出 其实影响了很多 就是倚靠腾讯推出 腾讯微信系统 推出 有关服务的股份 好像之前炒得很厉害那只微盟 2013 如果微信用家直接用微信小商店 基本上 对微盟服务的依赖度 也会下降 有些说法就是微信小商店的推出 其实是比较亚里巴巴的 因为 现在亚里巴巴在网购电商上已经很领先 但是腾讯本身在这方面 电商这方面是空白的 其实也不是处于一个很高的地位 基本上也近乎是空白的 而且他的投资一向都是很曲线的 透过一些他投资的股份 好像京东、拼多多、唯品梅等 去发展这个电商 现在他推出微信小商店 等于告诉大家 我是直接 我亲自去再参与这个电商业务 是会直接去和阿里巴巴 构成一个直接竞争 而且他最近也入股很多公司 包括之前那个美国华纳音乐 刚刚昨天又卖了马来西亚的iflix 就是好像Netflix那样的一个视频平台 也看到他在海外市场 也是大展权的 这几个消息也都预期 腾讯其实下半年 有机会透过这些投资 进一步推动到他的营充 所以腾讯对我来说 下半年首先要留意的 就一定是腾讯 第二个又是科技股 就是刚刚新上线 就是9999 网易的这个游戏股 网易就已经由 上市以来 大家看到他的表现也挺好 123元招股 上到136元 当然网易很明显又是受惠肺炎 他的游戏产品的人数 3月程度基本上是 只是紧次于腾讯 如果环顾全世界 其实他也是属于TOP的系列 现在他的游戏系列 梦幻西游等等这些游戏组合 以及其他一些 累积了知识产品的组合 其实都可以 为他带来一个很丰富的游戏处备 除了在内地市场之外 也可以让他在日本 欧洲这些海外市场 去抢一职位 加上他现在也有两大新业务 一个就是网易云音乐 网易云音乐其实是 跟华纳音乐艺游有些合作关系 还有他有 开发一些在线教育的业务 这些新的业务 结合他原有的游戏业务 其实也有机会 令到他在下半年 会有更加突出的表现 所以就是说 两大科网 以手游为重的 特别是腾讯和网易 都可以首先留意一下 接着说的三个 都是不属于新经济股 但也是受惠炎 就是物业管理 大家都看到 这种方法是炒得 庆核合全年 基本上是全线上升的股份 最要留意的是最大的 唯一是1000亿元市值 6098壁桂圆服务 碧桂圆服务今年 在疫情时 他都说要提高管理增长 目标达到9000万平方米 如果他说到这个数字 其实都 给大家一个很好的 收入的能见度 大家开了股股 下半年 都能保持到这个目标的话 可能盈利 甚至股价都有机会上升 还有刚刚这个疫情 都未完全散去 疫情其实已经是 令到物业管理 在全国变成一种 更加普及的业务 始终大家都很注重 小区管理的居住环境 有机会是令到 碧桂圆比以前更加容易 去调升收费 还有碧桂圆的增长能力 可以是来自无公司 因为他会参与多些 碧桂圆出的新款物业本地业务 在疫情之下 亦都对他提供到 更加多的收购机会 之前亦都买了 全购合股辉煌 看到碧桂圆其实都很想 除了在本身的楼盘之外 亦都在外在外面 找到一些拓展的机会 如果肺炎 在下半年 还未散 我相信全国的物业管理 的业务 需求 相信 会继续 保持到 挺强劲的需求 面相其实是 可以推动到碧桂圆服务的盈利 股价可能 你觉得现在很贵 但是 有机会是下半年 还有机会去走一转 说完这三个 和受惠疫情有关的股份 都说一下 可以受惠到中美国力的 一些投资的工具 大家最近经常说的就是中芯 这个内地晶片大厂 中芯很明显是中美国力之下的赢家 因为 国内很多的晶片设计商 可能是华为 中兴等 他们找不到外国人 跟他们做的晶片 就要找中芯这些国内的大厂去做 虽然中芯没有了台试电的订单 还有华为的订单 有些行业都假设它会停留 但是 市场也估计 其实这个 来自内地的需求是继续有的 加上 内地说明了 要推动国产的晶片 如果说生产能力 全国来说中芯就是第一 所以基本上中芯是自从在中美国力 这个事件出现之后 它的盈利注定是进入了 上升的周期 所以见它 在今年都已经由20元 上升到28元 虽然最近 炒国朗 但是如果它回套 回复24-25元这些位置 其实都可以 要想想会不会吸纳 还有 除了刚才所说的国产心之外 内地可能想推动多些新机建 推动加快多些新机建订查者 可能5G 5G 5G 物联网 会更加普及 这些都会需要用多些晶片 如果晶片的需求增加 相信 如无以外 中芯的收入 亦都可以 继续增加 所以都要留意一下 最后 说到这些 这不是股票 大家知道 这个中美国力 一定是会令到 避险程序升温 因为始终 美国 和不少国家 和内地也和不少国家 可能出现一些 磨擦的事件 避险程序 升温 可能会推动到 资金继续流入黄金 所以 最终金价的2840 黄金ETF 亦都要留意一下 金价的上升动力 除了刚才所说的 全球的政治环境紧张之外 亦都是因为 美国 推出这些无限量宽 会令到 全球出现一个超低息的 环境 美国又有量宽 其他地方又有量宽 其他会不会又说收水 但是 疫症已经搞到全球经济那么差 你说 会不会收水 令到息口回升 会影响到金价 我相信这个机会不大 我自己觉得 未来一段时间 经济 其实要有起息 我觉得都不是 很容易 如果觉得不容易 相信各地央行 亦都很乐意去延续 现在这个 量化宽松的政策 息口只会 继续在这些超低的水平 继续培回 变相 利好金价 会继续在高位 去培回 大家都在猜 可能黄金会不会 上升 2000 那样 其实 都不可以说 是没有机 现在都 多次 这一段时间 都会上升 去签法 如果这个2000 你以前觉得 是很不可思议的高位 说真的 今天来说 大家都觉得 资金泛滥 看到资金泛滥 息口又 低了 其实黄金再值钱 其实一点也不价 如果看好金价 这款$240 SBDR金的ETF 随时可以 再向高位进发 时间关系 下星期再跟大家 分享下半年 应该要留意 哪五只 另外的五只股票 多谢大家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